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11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三次全体会议 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听取了张德江委员长受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做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习近平、李克强、李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韩正等出席会议 会议应出席代表2980人、出席2964人、缺席16人、出席人数符合法定人数 大会主席团常务主席、执行主席王臣主持会议 与会代表经过表决 首先通过了由35名代表组成的总监票人、监票人名单 王绍峰、杨燕为总监票人 根据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议案办法的规定 表决宪法修正案草案 采用无记名投票方式 以全体代表的三分之二以上赞成票通过 经过约40分钟的发票、写票、投票、计票 15时51分 工作人员宣读计票结果 赞成2958票 反对2票 弃权3票 王臣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通过 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 1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主席团11日发布公告 宪法修正案予以公布施行 受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 张德江向大会做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 他说 过去的五年 是我们党和国家发展进程中极不平凡的五年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全面贯彻落实党的18大和19大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坚定坚持党的领导 人民当家做主 依法治国有机统一 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权威和核心地位 坚决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的职责 全面开创人大工作新局面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理论和实践创新取得重大成就 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迈出重大步伐 从七个方面回顾了过去五年的主要工作 一是着力加强重点领域立法 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二是着力发挥立法引领和推动作用 确保重大改革与法有据、顺利实施 三是着力完善监督工作机制 加强对宪法法律实施和依附两院工作的监督 四是着力生化和拓展代表工作 充分发挥代表作用 五是着力推动人大制度完善发展 夯实国家政权建设和党长期执政基础 六是着力加强人大对外交往 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七是着力推进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党的建设 不断提高依法履职能力和水平 十二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取得的成绩 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根本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 是全国人大代表、常委会组成人员 各专门委员会组成人员和全国人大机关工作人员 扎实工作的结果 是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和地方各级人大密切配合的结果 是全国各族人民充分信任和大力支持的结果 2018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的开局之年 也是十三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职的第一年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原则 通过了2018年常委会工作要点和立法、监督工作计划 对今后一年的工作做出初步安排 一是继续加强立法工作 二是继续加强监督工作 三是继续加强代表工作 我们相信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下 在全国各族人民大力支持下 新一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一定能够不辱使命 不负重托 图写新时代人大工作新篇章 中文字幕志愿者 Stay with me ! 中文字幕志愿者 呢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